流浪地球,我是二叔 时隔一年我又要出境了 那这一战我们上哪儿啊 我们上浮京 要说2021澳门黑马地标 首当其冲的绝对是澳门上浮京综合度假村 进入澳门上浮京 你会有瞬间恍惚进入了艺术馆 事实上,这个度假村远比你想象的深沉 多位澳门艺术家 特别为度假村量身创作了一系列的艺术家作 规模之大 可能是全澳综合度假村 以及酒店中数一数二的 在上浮京大堂当中陈列的所有艺术作品当中 我最喜欢的是身后的这件水晶荷花 它是由人手炊制的波西米亚水晶制成 而这样的水晶玻璃工艺在欧洲有着数百年的历史 而它的灵感来自于澳门居花莲花 穿过大堂上三楼 你会看到被三座酒店大楼簇拥的绿荫圣经花园 身后是五星级的澳门上浮京 优雅古典 一边是亚洲首间澳门饭思哲豪华酒店大楼 华丽别志 另一边是全球唯一的澳门凯尔拉格菲奢华酒店大楼 满是尊贵 眼前是景致如画的欧陆式庭园 郁郁葱葱 精致华美的巨型圆顶 坐落在花园中央 如同书中的梦幻世界 诗和远方的路费 有时也没那么贵 过足了眼影 在住宿体验上 澳门上浮京 有1350间瑰丽宽敞的客房 房型更是多达七种选择 房间设计元素融会古今与东西文化 在豪华客房 俯瞰优美的绿荫圣镜镜花园 看看晚霞天边透亮的星 一切美好 从这里刚刚开始 睡前预定好客房早餐 早上醒来 就可以在房间 独享清奢的营养美味 元气满满的一天 从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始 人生得意虚尽欢 胡吃海喝虚尽兴 在美食这件事上 澳门上浮京 更是做到了味剧四海 重回昔日广东的茶楼 从复古点心车上挑选美点 感受经典热闹的越式饮食文化 进入古色古香的五老锅 畅想从中国台湾直送的新鲜食材 品味台式火锅的地道滋味 在古六居酒屋开放式厨房 细意欣赏大厨的烹调技艺 点一杯清酒 日式料理 让味觉享受进一步生化 汇聚八方滋味的八宝庄 汇聚大江南北中式 以至亚洲的特色风味 享受多元美食的同时 传递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